人类首次登上珠峰是1953年 是由新西兰登山家希拉里和尼布尔向导 丹宗诺盖 然后呢在1953年中呢 他们所使用的这个炉子就是普利莫斯220 普利莫斯220是从众多炉子中被挑选之外的 因为它从重量、便携性、然后火力、续航等等各方面 它最为可靠 所以说他们使用了普利莫斯220 普利莫斯220在同时期同级别油炉中 它从油箱厚度、品控、质量各方面它是最好的 三角油炉呢它的那个结构还有样子都比较类似 我们去欣赏啊它这上面的名文 我们看这个地方 上面有这个四种语言写了段名文 然后还是挺精美的 写的是玉托有限公司制造 真正普利莫斯牌创设瑞典国 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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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普利莫斯品牌的收藏方面呢 普利莫斯的巅峰是在30年代到40年代 它的各方面就是说名文呀 例如说像它这种挡风罩 像早期对吧它都是这种铜的折叠的 到了后面呢它还使用那个一体切割的 还有那种铁片 应该是镀芯的铁片 然后所以说我们在收藏的时候呢 就尽量是选这个三四十年代的 还有就是我们去看这种折叠风档就会更有收藏性一些 另外呢如果是30年代之前的话呢 我们就看到最好不要错过 因为它是非常有的收藏性了 到了后期就是越来越减配越来越减配 我们之前看到了那个普利莫斯96号 它这个就是炉柱是一根单管 然后这个呢就是比较标准的一个四管的燃烧器 我们对比一下辅光后的这个普利莫斯R10 和这个普利莫斯96号 明显呢首先它油箱大小就差非常多 也导致了它的续航能力要强很多 所以说实际上出案呢 有时候我会更喜欢普利莫斯R10一些 因为它真的非常可靠 大家有听到这个声音是非常的大 这种炉头呢都被称为咆哮炉头 实际上呢国内玩家很多都喜欢这种静音炉头 但是在野外呢咆哮炉头的防护性会更强一点 而且就是说万一一阵风吹灭炉火之后呢 你听不到咆哮声之后呢 你会及时去预警 但是静音炉头就不会 万一一阵风吹过去 火灭掉你可能还不知道 会导致燃料一直在泄漏 然后呢 人类第一次灯珠风用的是 普利莫斯R10 但是还是有略微区别 因为他们对普利莫斯R10进行了改造 他们把它的这个炉头换成了一个静音炉头 并且呢制作了一套防风性的套锅 这样呢一方面是能防风 一方面是能聚热 你看现在比如说我们现在使用了什么MSR 反应堆啊这种东西 有什么捷宝呀之类的 包括什么火风恒星X2 他们都是类似于对早期套锅的一种延续 因为在户外中套锅是最好用的 它又能防风又能聚热 在后期呢我们会再聊一些普利莫斯 还有Optimos 他们生产一些防风性的炉头含套锅 谢谢观看